女孩从出生起 就被冠上私生女的称号 不仅如此 最后连自己的男友 竟也变成了她的姐 就在自己的心 早已千疮百孔时 在她黑暗的生命里 出现了一束光 一个有颜值 有身材 又懂得心疼人的好人 苏暖没想到时隔一年 自己又回到了 这个所谓的林家 原来今天是她爷爷八十大手 这时 两个星机表 看见她回来大吃一惊 萱姐姐 那个贱人怎么回来了 去年不是还扬言 要和林家断绝关系吗 林轩有些慌张地说道 你把你姐夫带进去 帮我看着你 别让这个贱人 和你姐夫勾搭上 这难道就叫做贼心虚吗 苏暖 你来给爷爷贺兽 苏暖表示 是爷爷喊她回来的 毕竟爷爷也年纪大 希望自己能回来看看 林轩则是轻蔑一笑 怎么 这才一年没结 连生姐姐都不叫了吗 此时大家也都开始 一问纷纷 你们看 那个穿蓝衣服的女孩 是谁家的千金呢 怎么之前没见过 是谁家的夫人吗 林轩脸色一沉 还叫苏暖立马进去 脸得在外面女人一录 苏暖回头看了看 我在等等我的丈夫 林轩有些震惊 没想到我都已经有妹粉了 那工 话还没说完 就被苏暖打断了 我还是先进去吧 他可能过会儿才到 看着苏暖离开的背影 林轩在心里不禁一阵嘲笑 苏暖 离开了秦真 我看你也没找到 什么拿得出手的老公吧 苏暖刚进大厅 秦真刚回头就发现了她 她有些害羞地 喊着苏暖的名字 苏暖也有些惊讶 姐 姐夫 林瑶见状赶忙把她们隔开 那个姐夫你先招呼客人 我带苏暖去看看家人 不等苏暖拒绝 心机表就使劲地拽着她往前走 妈 你看谁回来了 苏暖的三伯母看见是她 也是一脸的嘲讽 哟 这不是苏暖吗 在外一年 受苦了吧 随即拉着她就故意地 跟大家介绍起来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苏暖 一年前离开林家的孙女 也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大家闻言却都是一脸嫌弃的表情 三伯母更是直接说道 你这身衣服倒不错 没丢了你爷爷的脸面 突然 林瑶发现了苏暖脖子上的项链 惊讶地说道 这不是空想系列的吗 她妈看了一眼 却显得有些淡定 瑶儿 乱说什么呢 空想根本就没有面试 这就是普通的水钻吗 林瑶激动地一把抓过苏暖的手 看着她的手链 林瑶斩钉截铁地说道 妈 不会错的 这手链分明跟空想的设计一模一样 我前几天还跟宣姐讨论 去伦敦看空想发布会 苏暖心想 这套手势是阿白送自己的 我们怎么可能买得起那种昂贵的正品 林瑶是在故意嘲笑我吗 大家说说看 她戴的真的只是艳瓶吗 你身边有这么好的朋友吗 看到你被心机表欺负 上来甩手就给对方一巴掌 时隔一年 苏暖再次回到林家 没想到结果竟是被所谓的 惊喜一阵嘲笑 还说她身上戴的首饰是水货 丢了他们林家人的脸 所谓的三伯母见苏暖这副穷酸样 就假心假意地 要把自己女儿喜欢的首饰送给她 别让人说林家的孙女 连套像样的首饰都戴不起 而林瑶一听就不乐意 还给她母亲撒娇说 那是她最喜欢的首饰 谁知她母亲却大吼起来 让你去拿就去拿 怎么少了一个就不是原配了 苏暖听着这些刺耳的话 心里不禁一阵苦笑 不愧是林家的亲戚 真是什么时候 也不忘对自己冷嘲热讽 谢谢三伯母的好名 林瑶喜欢就留着吧 如果我这套首饰 给林家人丢脸的话 那我不带就好了 正在这时 林轩搂着情侦出来了 林瑶立马装出一副 可怜巴巴的梦了 跑到林轩面前告状 轩姐姐 我妈竟然让把我最喜欢的首饰 给苏暖带 那可是爸爸送我的 苏暖这个私生女她配吗 林轩还叫她不要胡闹 要是被爷爷知道 你如此议论苏暖 你是想被逐出林家吗 林瑶没想到 这次她的轩姐姐也不帮她 她非常生气 转头就把所有的气 撒到苏暖的身上 顺怒地一把 抢过她手上的手链 像波夫似的吼道 参加爷爷的寿宴 还带着水 不仅丢林家的面子 还丢爷爷的面子 这时 一个女孩突然冲出来 一把就抱住了苏暖 暖暖 真的是你啊 你终于回燕京了 你不知道我都想死你了 原来这人是 林暖的发小 以及好朋友米瑶 林瑶看见他们 如此亲密 却一脸的不信 还嘲笑林暖只会装柔弱 然而夏淼 米瑶跑上前 就给了她重重的一巴掌 林瑶被打得一脸猛逼 你竟敢打我 哎呀 不得不说这也太解切 米瑶霸气地怒地 就打你怎么了 我打你都算是轻的 愚蠢的你 你搞清楚点 是你姐姐抢了暖暖的男人在先 她才是受害者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指责暖暖 林瑶被对得哑口无言 夏淼竟大哭了起来 打人了 打人了 妈 米瑶打我 米瑶也没想到打人道 还把自己的手打痛 此时在场的人 也在小声的议论纷纷 林瑶立马换了一副面孔 暖暖 今天好歹也是爷爷的寿宴 你就别让米瑶闹了 不然等下冰克来了都不好看 苏暖被气得手指发抖 大吼一声 够了 无理取闹的不应该是你们吗 要是你们再对我朋友出言不逊 我会交给爷爷爷来处理 三伯母见女儿受委屈 她也不给苏暖好脸色了 苏暖 你根本就不配参加爷爷的寿宴 突然 林瑶在后面双手用力的一声 苏暖 出去 我们林家不欢迎你 小娇气在娘家被欺负 看霸道总裁老公如何付气 林瑶不但嘲笑苏暖 没资格参加爷爷的寿宴 更是气愤的直接把他推倒 还让他快点滚出林家 此时的苏暖倒在地上 心里一直喊着老公阿白 正在这时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当大厅所有的人看见他时 都被他帅气得容颜深深地吸引住 个个都泛气了发痴 发塞 这是谁啊 是哪家的公子 真的好帅 好帅啊 就连林瑶也哈拉子直流 当男人经过林轩身边时 虽然穿着不怎么样 但他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 却是如此的处处 苏暖可怜巴巴地看着来人 只见男人用手宠衣地摸着他的小脑袋 温柔地说道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原来此人正是苏暖的老公乔白 在这里给大家补充几句 乔白本是世界财富榜首最有钱的人 但他为了能和苏暖在一起 甘愿跟他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 只是这一切苏暖都被蒙在鼓里 苏暖伤心地立马哭倒在他怀疑 还说不晚 只是没想到 心里正想你 你就来了 乔白搂着他 还问他刚才有没有摔伤 苏暖昂起头泪眼汪汪地说道 你给我选的鞋子跟太行 穿不习惯 所以才没站稳 乔白让他坐下来 亲自帮他脱掉高跟系 用手温柔地帮他揉着玉组 哎呀 男主刚出场就撒狗聊 这真的好吗 旁边的众人看见这一幕都惊讶不如 个个都羡慕得不得了 此时乔白的脸色变得有些严肃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三伯母一脸嫌弃 你是什么身份 竟敢来质问我们 乔白犀利的眼神扫过来 因为我是乔白 暖暖的丈母 强大的气场 惊吓得三伯母不敢吱声 乔白继续说道 我想我有责任和义务了解 你们对我妻子做了什么 林瑶害怕地往他妈身边靠了靠 突然 乔白看见林瑶手上的手链 伸出手 拿来 林瑶被这气势吓得瑟瑟发动 林瑶赶忙出来解释 乔先生 这都是误会 主要今天是 不料乔白竟直接无视他 走到林瑶的面前 一直要求他交出手链 林瑶虽然害怕 但还是执意不顾 两人看见这个男人如此误误 都被气得不轻 但又无可耐服了 可恶 没想到这人竟敢如此狂妄 正在这时 林老爷子走了出来 暖暖看见是爷爷有些激动 林瑶上前想故意讨好他爷爷 爷爷 我来扶您 不料 林老爷子直接拍开了他的手 这都在闹动什么呢 是不是嫌弃我老爷子活得太久了 都想气死我呀 大家闻言都吓得目不作声 暖暖看着爷爷的头发更白了 这让他十分心疼 乔白拉着他的手 让他安心 暖暖瞬间就安心了不少 两个心机表看见他们如此甜蜜 心里别提有多羡慕极度恨 林瑶冷哼一声 怎么这个丑八怪 竟找到了如此帅气的男人 真是走了狗屎 林瑶也没想到 苏暖居然能找到这样的男人 虽然身份差了 可这气场不知比那些 有钱的公子哥抢了多少年 这样的男人 苏暖根本就不配 我去 他不会又打算跟苏暖抢了吧 女孩不但被家人骂私生女 还要把他赶出去 幸好他还有个心疼他的爷爷 林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林老爷子生气的质问 说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好成那样 此时的林瑶犹如戏惊上身 哭着说道 爷爷都是我不好 林萧萧气 千万别去坏了身子 原来在两个小时前 林瑶知道爷爷心疼苏暖 就叫林瑶等下先给爷爷跪下 直接说自己错了 无论什么都要自己先认错 否则爷爷一定会帮着苏暖说话 林瑶本还有些犹豫 林瑶看出了他的心思 告诉他 那样的男人 以你林家小姐的身材 还不是想要多少就是多少 林瑶表面上哭的那是梨花带人 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苏暖 就算爷爷像着你又怎样 林家不会是你的 这个男人也不会是你 好家伙 果然是个心机表 竟然还惦记上别人的老公啊 苏暖和米勒见他这样 都一阵无语 米勒还对苏暖响声地说道 这人怎么说哭就哭了 这时 林老爷子看见了苏暖 语气一下子变得温柔起来 一脸慈祥地说道 暖暖回来了呀 快到爷爷这里来 爷爷都好长时间没看见你 暖暖扑通一声跪在了爷爷的面前 林老爷子心疼地叫他赶快起来 回来了就好 可越是爷爷这样说 暖暖就哭得越凶了 爷爷 孙女不孝 只能等你生辰的时候才回来看看你 乔白也一下子跪了下来 林老爷子看着乔白 还问他是谁 暖暖自豪地介绍道 爷爷 他是乔白 您的孙女婿 乔白赶忙送上给他老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 林老爷子只是象征性地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这个年纪不需要什么礼物 显然他是没有承认乔白这个孙女婿 暖暖也只是甘大地笑了一下 林瑶见状却高兴不已 太好了 爷爷不认他 这就好办了 正当他想站起来时 谁让你起来的 位长 不如其来的声音让林瑶愣在原地 母亲赶忙扶住女婿 爸 你这是干什么 林瑶又没做错什么事 直性子的米勒赶忙替暖暖打抱过 谁说他没做错什么 林瑶抢了暖暖的东西 林瑶也不甘示弱地怒动 爷爷 苏暖来参加你的寿宴还带着水 这不明摆着拆爷爷你的台吗 我只是让他取下来 这有什么错 米勒继续回本 可你不但推到暖暖 竟还在外面诋毁他 说他是私生你没资格参加林爷爷的寿宴 最后还甚至动手赶他出去 母亲见女儿被欺负 没好气地说道 米小姐 这是我们林家的家事 你一个外人在这里瞎掺和什么 米勒背对得哑口无言 这时乔白霸气地说道 那我应该有这个资格说话吧 林瑶小姐 把手势还回来 那是暖暖的 不问自取是为道 你已经犯罪了 听到这话的林瑶吓得立马躲在他母亲的身后 林老爷子的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 拐杖用力地往地上一出 拿出来 林瑶被气得咬牙切齿 他没想到连爷爷也不帮他 那他会把暖暖的手势拿出来吗 本以为是个帅气的霸道本才 殊不知竟是一个醋坛子 林老爷子得知宝贝孙女被大家欺负 他非常生气 还大骂大家无知 苏娜还担心地叫爷爷不要生气 爷爷扳手示意自己没事 他问大家 你们都认为我是老糊涂了吗 要宠着一个外星人 看见几人一脸的不高兴 林老爷子决定今天告诉大家真相 正在这时 突然闯进来了一个 看着像花花公子的富二代 阿里亚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啊 本少来找个人 现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乔白盯着他 两人四目相对 随后他便昂驼挺胸地从乔白身边走过 怎么 都闷闷的 难道本少来的不是时候吗 这时 米勒凑到苏暖的耳边小声地说道 暖暖咱们不怕了 帮手来了 可暖暖根本就没在听 他只感觉来人有些眼熟 他到底是谁吗 林老爷子敢忙笑着问他 陆公子来找什么人吗 男人看见是林老爷子 乔的琴音这样叫 要是让我爷爷知道了 非得打断我的腿 苏暖一直盯着他 陆家的公子 原来他就是人称 至色无双的陆海生啊 这怎么看起来 都像是一个纹裤子弟吗 突然 他眼前一黑 乔白捂着暖暖的眼睛提醒他 暖暖 你注视那个小子的时间太长了 暖暖回过头条皮地说道 我不过是看他没我老公帅吧 听到这话的乔白一脸的开心 一确 看起来太骚包了 旁边的米勒也忍不住嘲笑起来 对对对 我第一次见这家伙的时候 也是觉得他太骚包了 看他那张脸 简直犹如他 质色无双的传言啊 暖暖这才发现不对劲 米勒 他 不会是来找你的吧 米勒随即就对他翻了一个白眼 笨蛋 我刚刚不是说帮手来了吗 下秒 陆海生双手温柔地 捧着米勒精致的小脸 我不过去了趟洗手间 出来就听说你被人打了 快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林瑶闻言确实有点猛 谁打了米勒 林老爷子听见他这么说 也赶忙询问 怎么 刚刚米小姐也受委屈了 米勒也很猛圈 疑惑地看着陆海生 心想 我什么时候被打了 陆海生给他使了个眼色 他立马反应了过来 故意生气地用小手手 捶打他的胸口 都怪你 我都被人欺负了 你现在才过来 刚才外面那么乱 还有人说要把乐赶出去呢 随后陆海生就想 林老爷子讨了公道 老爷子 晚辈刚刚进来 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所以这件事 林老爷子心领神会 赶忙让林瑶 去给米勒道歉 林瑶大吃一惊 食乎冤枉 我这么又没打米勒 为什么个个都要我道歉 这就是当小绿茶的下场 女孩带着千万钻石 参加爷爷的大手 结果却被心机表嘲笑是水货 可夏淼就啪啪打脸了 姗姗来迟的乔白 看见小娇妻的手面 浸在别人的手上 于是就霸气地 让林瑶赶快娇出来 林瑶没想到这事 甚至连自己的爷爷 也不帮自己 他咬牙切齿地 从口袋拿出手链 爷爷 太贴心了 什么都向着苏玛 他根本就不姓林 说着就生气地 把手链扔在了地上 林老爷子气急败坏地 让他赶忙道歉 林瑶还哭着反抗 母亲见状 赶忙出来替女儿解雷 还睁着眼说瞎话 姚姚也是怕苏暖 丢林家的严厉 所以才那样做吧 姚姚本还想把自己 最爱的手势给苏暖带来 边说还边把手链 捡起来还给苏暖 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苏暖啊 姚姚说的也是事实 毕竟今天 给你爷爷庆生的人 都非不及贵 万一让人看见 你戴的是假首饰 那可就丢脸了 善良的苏暖不但不生气 还对他的三伯母表示感谢 这时 陆海生死死地 盯着苏暖手上的手链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喂 你干嘛 苏暖立马转头藏起来 对不起 陆先生 这是我丈夫送给我的礼物 哪怕是水货我也很珍惜 所以你就别看笑话 不料陆海生 却调皮地说道 项链很好看 钻石也切割得很整齐 空想系列的设计果然不错 不愧是出版哦 什么 出版 林轩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随后他就把目标 锁在了乔白的身上 这套手饰是乔先生 送给苏暖的吧 到底是不是出版 想必乔先生 最清楚不过了吧 乔白没想到 他竟会这么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件事吗 那就要问问陆先生 陆海生一脸猛逼 乔白继续说道 是陆先生给我的 让我交给暖暖 大家听完 所有的眼神 都死死地盯着陆海生 接着也都气嘴巴舌地 议论了起来 原来这是陆先生送的呀 那陆先生肯定不会送水货 此时的陆海生 真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接着他便轻斥一声 大方地承认了下来 这套手饰的确是我送给苏暖的 暖暖听到这话大吃一惊 陆先生 为什么送手饰给我 乔白赶忙说道 此时的米勒也很难闷 突然 他被陆海生一下抱怨 对 听闻苏暖要回来 所以我就替乐乐准备了这份见面 哈哈 没想到居然引发了这么多误会 米勒看着他依旧是满脸的问号 最后陆海生还不忘提醒诸位 这就是正暖的空想钻石手势 而心里却在连连叫苦 拜托了 乔白你不要这么玩我了呀 这个渣男好不要了 当初抛弃了未婚妻 现在却又说他属于自己 陆海生当着大家的面说 苏暖带的首饰 竟是价值几百万的钻石首饰 大家一听都惊讶不已 乔白为了不让大家发现自己的身份 于是就把这个锅甩给了陆海生 说是他送给苏暖的 此时的陆海生十分厚 我特末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暖暖也是十分不紧 这套首饰明明是乔白自己去买的 而且并不贵 现在怎么变成是陆海生奉的了 接着他就悄悄问好朋友们 这东西真的是你和陆海生奉我 米勒也是一脸懵圈 我也不知道啊 有可能自己的老公是认识陆海生的 但他们两个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我怎么完全不知道 林老爷子这才发现都是误会一场 于是就招呼大家去吃饭 还让暖暖坐在他身边 林轩却不乐意了 爷爷 苏暖不是应该跟我们一桌的吗 老爷子没理他 直接让暖暖跟他去宴会 什么 爸爸 苏暖是个外姓人 林老爷子霸气地说道 苏暖是我的亲孙女 只是随了他妈妈的信 要是再有人敢说我的宝贝孙女是外人 以后谁也不许进我离家门 乔白点头示意他跟爷爷去 而在乔白的身后面 却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 可恶 暖暖 你以前是属于我们的 只是一年的时间 就被别人抢了去 这渣男还真是可笑 明明当初是他抛弃了苏能 现在都成了他的姐 难道还惦记他不成 秦真看着眼前的乔白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看起来好像还认识燕金大家族的陆海生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宴会厅 作为长孙女婿的秦真举杯发言 非常感谢各位来替我爷爷助手 我代表爷爷向各位致谢 说完端着酒杯就一饮而尽 乔白见状不禁在心里一阵嘲笑 真是没见过世面 连酒都不会喝 在这种高级宴会上 如果走错一步可都是会被人笑话的 随即秦真又到了一杯 对着乔白嘲讽道 爷爷留下了酥暖 倒是冷落了你 乔白却显得很吃淡定 爷爷高兴就好 秦真背对得哑口无言 为了缓解干大 秦真又继续问道 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吗 乔白双手抱胸 露出犀利的眼神 乔白 秦真闻言端起酒杯就要敬他 谢谢你对暖暖的照顾 说着还深情款款地向苏暖的方向看去 乔白霸气地宣誓主权 暖暖是我的妻子 是我的爱人 作为姐 这好像不是你该关心的吧 秦真再次背对得哑口无言 哈哈 看着太解气了 人人都瞧不起的女孩 转眼进成了公司最大的补充 这究竟怎么回事 宴会上 大家都看不起暖暖的老公乔白 却不料他竟和大家族的陆海声聊的火 被冷落在一边的秦真剑撞气的半死 正在这时 暖暖红着小脸摇摇晃晃地喊着阿白 乔白赶忙抱住他 暖暖开心地让他跟自己一起去跟爷爷进去 乔白宠溺地看着他 好 接着还用手戳戳小胶气肉嘟嘟的小脸 你喝醉了 暖暖笑眯眯地表示没有 自己只是喝了一点点 秦真看着两人在他眼前秀恩爱 他气得紧紧地握着拳头 这时 旁边的一个人好奇地问他 秦少 这乔白到底什么身份啊 另一个一脸的不屑 能有什么身份啊 你看他那身廉价的西装 嘖嘖 一看就是一个裙光蛋 突然 一声杯子破碎的声音传来 陆海声声气地警告他们 说话小心点 说不定哪天得罪了阎王还不自知呢 几人一听都吓得瑟瑟发抖 林老爷子看时机成熟了 于是就借着自己生日宴 想把暖暖介绍给大家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就是我林耀天的孙女 苏暖 还跟大家解释苏暖是跟他妈妈行 这么多年就要习惯了 所以也就没改口 是我们林家对不起他和他的妈妈 他就是我的亲孙女 苏暖没想到爷爷会在这种场合 公开他的身份 接着林老爷子表示还要宣布一件事 我要将林氏集团10%的补分 传给我的孙女 暖暖的名下 什么 暖暖跟大家都非常震惊 大家文言都议论纷纷 天哪 那可就成了补公大会上 一锤定音的大补公了 林轩跟林瑶怎么也没想到 爷爷居然会把这份股份交给这个女 他们本还想阻止 可林老爷子根本就不给他们反驳的计划 我罚了 今日先回去休息了 接下来就由秦真替我招呼好大家 走廊里 暖暖找到爷爷 正打算开口 爷爷就叫他先去客房休息 乔白表示马上就会送他过去 不料 秦老爷子竟要乔白跟他去趟书房 没一会儿 乔白就从书房出来了 看他神采飞扬的表情 看来跟林老爷子交谈的还不错 不然 他转头一看 竟发现了打扮十分妖劳的林轩 那他对自己的妹夫会有什么企图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个女人好不要脸 以前抢了妹妹的男朋友 现在竟又要来勾引妹妹的老公 乔白刚从林老爷子的书房出来 就看见了打扮妖劳的林轩 只见他端着一碗醒酒茶向乔白走 乔白直接问他 有事 林轩走近他 我听下人说你喝多了 头有些不舒服 所以就给你端来了一碗醒酒茶 我特意去给你熬制的 你快喝一些吧 这样可以缓解头疼 乔白转身直接拒绝 不用了 你请回吧 林轩没想到这男人居然不吃他这一套 随即他放下醒酒茶 故意展示他那傲人的身姿 也是 都已经过了半小时了 茶早就凉了 喝了不好 容易上身 心想 我都这么卖力了 你难道还不上钩吗 苏呢 当你看到你的男人又拜倒在我的十六群下时 不知道你又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吗 想想还真让人期待啊 哎呀 谁来给这个女人两巴掌啊 看着就是一副欠揍的表情 可无论林轩怎么摆弄骚姿 乔白就是无动于衷 心想 这女人怕不是有病吗 然后淡定的从他身边走 走之前还不忘提醒林轩 天凉 林小姐还是应该多穿顶 不然容易感冒 这差点没把林轩气死 他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如此的不上钩 难道自己比不上林暖那个臭丫头 不过我有的是时间对付他 只要是苏暖的东西 最后都一定会是我林轩的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也不知道拿个镜子照照自己 乔白刚回到房间 暖暖就被关门声吵醒 迷迷糊糊地坐起来 阿白 你回来得好慢 看着小娇妻这可怜的模样 乔白竟有些害羞了 他温柔地说是自己不好 接着暖暖还问他 刚才外面有人吗 我好像听见了说话的声音 乔白宠溺地看着他 没有 睡觉吧 暖暖躺在乔白的怀里问他 刚才爷爷跟你说什么了 他有没有为难你 乔白握着他的手 不易地调碳道 爷爷怕我对你不好 把我抓过去一通危险 暖暖 要是哪一天你跑去给爷爷爷告状 那我岂不是死定了 听到这话的暖暖猛地起身 你放心 林家再有钱那也不是我 明天我就去告诉爷爷 股份我不会要 不管爷爷跟你保证了什么 你都不能答应 因为那都不是我 阿白 林家的东西我们都不要 乔白深情地看着他 傻瓜 我知道我们的家在云城 我图的又不是林家的钱 好吧 这话说的没错 毕竟是世界首富 最不差的就是钱了 明天我们就会云城去 说着还用手调皮地拍了一下暖暖的屁 暖暖的脸顿石刷一下子就变红了 随手就扔给乔白一个枕头 这个臭流氓 由于老公太帅 老师被烂逃发招惹该怎么办 看小娇妻如何宣誓主权 乔白刚回来 暖暖就着急地问爷爷找他干什么 还说他不会要林家的钱 明天我就去跟爷爷说 五分五是不会要的 乔白看着小娇妻之可爱的萌养 还调皮地拍了拍他的屁股 那我们明天就回云城去 暖暖吓得面红耳赤 还没等他反过神来 乔白这只大灰狼立马躲进了洗手间 我去洗澡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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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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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觅 阿白你洗澡太慢了 再不出来我都要 睡着了 只见乔白露出他那帅气挺大的身姿 还有那发达的肌肉 尤其是快中的胸肌和腹肌 暖暖竟直接看傻了眼 阿赛 虽然不知道看了多少回 但每次看见还是忍不住想多看几遍 乔白看着小娇妻这傻乎乎的模样 他竟害羞地笑了起来 凑近暖暖 用手摩擦着他的樱桃小嘴 随即捧着他的小脸就深情地吻了上去 接下来又到了大家不喜欢看的环节 那我就直接跳过 在云城 暖暖看着眼前各种各样的海鲜 嘟着小嘴向老公撒娇道 阿白 我觉得外面做的鱼不好吃 乔白立马瞄走 捏着他肉嘟嘟的小脸 好 好 那就买两条大大的鱼 我做给你吃好不好 哎呀 这动不动就撒狗粮 这让我们干生狗情可以堪啊 暖暖秒变小白兔 还是阿白对我最好 苏暖 暖暖发现有人叫他 回头竟看见了一个打扮十分清凉的女 原来这人是暖暖的同事阮雅 只见他娇滴滴地说道 啊 原来乔先生也在啊 乔白见女人直勾勾地盯着他 吓得他连连后脆 我去 这个女人胆子也太大了吧 人家的老婆还在看着他 暖暖见状用力地咳嗽两声 回过神来的阮雅赶忙给他打招 苏暖啊 你去燕京参加你爷爷的寿宴回来了呀 心想 真碍事啊 居然妨碍我跟男神说话 还没等他回答 阮雅又转头看向乔白 好几天没见乔先生了 原来是跟着苏暖去参加寿宴了呀 乔白一阵无语 暖暖气呼呼地嘟噜着小组 这阮雅可真讨厌 每次都这样 三句话都不离阿白 暖暖用力地挽着乔白的胳膊 嘟着嘴靠在乔白的肩上 好像在告诉所有的人 这个男人是我 我的 谁都不许跟我抢 乔白眼前一亮 顿时明白了小娇气的作法 笑着问他 暖暖 刚才你不是说饿了吗 我们回家跟你做鱼吃好不好 暖暖赶忙点头答应 阮雅 那先不跟你说了 有事明天我们公司再聊吧 阮雅看着乔白离去 他生气地咬着自己的手指 可恶 这么英俊的男人 怎么就便宜了苏暖那个死丫头 随即就在脑海里浮现出那美好的话 那张脸 那全身的肌肉 想着想着比血净都流了出来 暖暖回头看见阮雅 却是一脸的花痴样 而此时的乔白只感觉后背发亮 拉着暖暖就想赶紧离开 发到总裁也有害怕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的总裁老公 你晚上会几点回家 暖暖看着一桌的美食 哇塞 阿白 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乔白一脸宠密地看着他 你慢点 这顿吃了 这个月可就没有酸菜鱼吃了 说着就把贴好鱼刺的鱼肉 放在他的碗里 暖暖奇怪地问 为什么 这不是才月初吗 可你的胃会受不住 不过也可以给你做清蒸鱼和火锅鱼 反正酸菜鱼这个月不会做了 暖暖听闻调皮地吐出舌头 遵命 阿白 晚饭过后 乔白就在厨房清洗碗筷 暖暖看着他撒娇道 阿白 你做的菜太好吃了 都害我吃多了 怎么办 晚上肯定会长肉肉的 乔白开心地说道 暖暖 有肉肉才可爱啊 怎么男生都喜欢女生肉肉的呢 暖暖一脸幸福地看着乔白 这时 他想起离开前对爷爷说的话 爷爷 我现在的家在云城 您要是给了我这公司的股份 那我就得待在燕京了 那这样 阿白就要来燕京重新找工作了 爷爷 您心疼我 所以您是不是也希望我过得好呢 爷爷文言哈哈大笑 暖暖你放心 这股份合同你签了 只会享用股份的吩咐 不会享有任何决策的权利 这下你满意了吧 暖暖没想到爷爷会这么庞大 这样的爷爷我也想要 暖暖地喊着阿白 要不我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吧 乔白一听手顿时僵住 暖暖还继续地说道 现在我有钱了 总该有我们自己的家对吧 暖暖看乔白没有说话 他赶忙走上前解释 阿白 你别多想 我只是 爷爷不是给了我钱吗 所以我才想着买房子 我绝对没有怪你买不起房 不料乔白捧起他的小脸 温柔地说道 想什么呢 我只是在算我的存款 现在够不够买奶粉钱呢 什么 孩子 暖暖显得既害羞又惊讶 我还不想那么早生孩子呢 乔白笑着说道 我们的暖暖已经不小了 你都25岁了 我已经32岁了 再过几年我都变成老头子了 暖暖摸着他的脸 不对 再过几年你依旧还是帅大叔 那你们喜欢帅大叔还是小奶狗呢 怎么回事 女孩只是请假了几天 结果全公司的人竟对他另眼相看 暖暖刚来到公司 就碰见了公司的同事软雅 也是基于自己老公的烂烤花 只见他冷哼一声扭头就哒哒地走开 暖暖感觉很奇怪 之前为了接近阿白 一直对我都是假惺惺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吃错药了 刚来到设计部 大家也都齐刷刷地看向他 随即都在小声议论吩咐 暖暖被这操作整个一脸蒙圈 我只不过是请假了几天 怎么回来大家都变得如此陌生 这时 暖暖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呦 暖暖回来了呀 暖暖一看是理解 就赶忙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他 这是我从燕金给您带回来的礼物 您看看喜欢不 原来这是当初米勒送给暖暖的礼物 给他带着回林家长脸的 如果他不喜欢带也可以送来 李姐打开盒子一看 哇塞 这竟然是真钻 突然 李姐搂着暖暖的肩膀惊讶地问 所以他们传言都是真的了 暖暖一头误实 什么传言 他们说你爷爷就是灵耀天老名 李姐一脸阴险地问道 电视上说获得灵氏集团股份的人 就是你对不对 暖暖尴尬地点点头 那个 是我 可是 还没等他说完 李姐就大声地吼了起来 好啊 苏暖 原来你竟是万恶的富二代 没想到之前还把我们骗得团团转 不料旁边的阮雅立马就嘲笑起来 切 什么富二代 只不过是个私生女罢了 李姐替暖暖怒怼起来 呦 这话听着怎么有股醋味啊 你这是嫉妒吧 阮雅还不死心地继续激 林家家大业大的 有本事去了就不要回来 还是说 人家根本就不承认你的身份 所以才自己回了云城 李姐看这人嘴那么丑 很想帮暖暖教训他 暖暖赶忙拉住他 云城是我老公的家 我当然要回来啊 想到他有这么帅气的老公 阮雅就气得咬牙切齿 但愿吧 苏暖我很想看你能不能笑到最后 真是丑人多错怪 这时 李姐打着哈欠告诉暖暖 老大叔让你回来后去找他一趟 暖暖闻言立马就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当他推门而入室 忽然 好像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 这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女人了 一边惦记人家的老公 一边又跟公司的经理搞在一起 只见小绿茶坐在总经理的大腿上 娇滴滴地说道 张总啊 你为什么把蓝天的男装设计案安排给了苏玛 难道我不可以吗 男人眼见怀里的美人生气了 赶忙解释道 雅雅呀 蓝天的磕磕要求你不是不知道 而且这也是上面指明的 说着还伸出闲猪手 不去也没什么不好 如果倒是你熬夜了我会很心疼的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陪陪我 只听见啪的一声 阮雅一巴掌就重重地打在了总经理的手上 正在这时 暖暖也来到了总经理的办公室 他正打算敲门 突然门就被阮雅打开了 阮雅看见他就动来起 用力地把门一关 冷哼一声就走开了 暖暖看见他这操作也是一脸猛 哎呀 这人不但脾气大 力气也不小啊 暖暖刚走进办公室 张生就对他很吃热情 我们的苏大设计师回来了呀 林老爷子的身体还好吧 他可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偶像 凯模呀 暖暖文言轻斥一声 我说呢 这张胖子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暖暖随即也露出职业的微笑 张总 您找我是为了蓝天的设计案吗 张生立马给他一张名片 蓝天那边催得急 要你尽快跟他们的设计总监见面 这是那头的联系方式 具体是以你们见面沟通吧 暖暖接过名片就离开了 张生却是紧张的冷汗直流 这小祖宗以后是得罪不起 很快 暖暖就来到了蓝天设计公司 看着这豪华气派的公司 暖暖一阵惊讶 不愧是蓝天设计公司啊 就连分顾看上去也是这么的厉害 拿出手机打算给老公打个电话 好让他鼓励一下自己 可下一秒 他又使劲地摇摇摆 不行 不行 不能再什么事都要依靠阿白 我要学会自己亲自去面对 接着还自己给自己加油打击 苏暖 不要怂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暖暖来到前台 你好 我是微云的设计师苏暖 今天预约了你们公司的韩子 前台的小姐姐让他前面直走就到了 正在这时 对面也走来了两个人 暖暖突然发现他的老公也在 他惊讶地喊着老公的名 阿白 乔白看见他也是一脸的震惊 那他会发现老公的真实身份吗 总裁老公吃起初来是有多可怕 就连被人握一下小娇妻的手都不行 暖暖被派到蓝天设计公司 来与他们公司的韩总见面 恰巧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老公 暖暖凑到乔白面前 阿白 你怎么在这里啊 乔白摸着他的头 宠溺地说道 来工作 刚好上午这边有业务 旁边的单身狗看见两人如此密 这让他十分甘大 随即就故意地咳嗽两声 此时的暖暖这才发现旁边有人 赶忙后退几个 那个 阿白 这是你的同事吗 乔白直接说不是 转头没好气地看着韩依 韩先生这是感冒了 韩依白白爽 接着就问苏暖是谁 暖暖赶忙坐着自我介绍 还说自己是乔白的妻子 突然 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害羞得他恨不得此时找个地洞端进去 天啊 我刚刚说了什么呀 怎么一见到老公就把正事给忘了 暖暖吞吞吐吐地说道 我是微云的设计师 过来找韩总的 乔白一脸的格意 我老婆怎么这么可爱 就连韩依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来乔先生的妻子 就是微云此次执掌蓝天男装的主设计师啊 说着就伸出手 苏小姐你好 我是蓝天的设计总监 暖暖没想到他就是设计总监 赶忙有好的伸出手 乔白根本没听他们在说什么 只是死死地盯着韩依握着小娇气的手 收回手 心里不禁嘲笑他现在变成了气孔 正在这时 助理来到 工作室安排好了 现在可以洽谈了 那苏小姐跟我来吧 说完自己就快速地离开了 不得不说这飘逸的长发 看着让人着实羡慕 暖暖问老公 你工作好了吗 乔白告诉他 他们只是让自己 修复电脑程序中的一些小错误了 暖暖得知老公工作完成了 于是就拉着他的手 撒娇地让乔白陪他一起去 刚好等结束了可以一起吃午饭 乔白满口答应 两小时后 两人开心地拉着手走出电梯 暖暖没想到韩总静 还夸他水平好 当暖暖看向窗外时 瞬间被这美丽的景色给吸引了 乔白 你快看 跳成河多漂亮啊 乔白问 喜欢 嗯 那我们就把家买在江城的别墅吧 暖暖抬头问他 阿白 我们那个家买不回来吗 可我不想搬家呢 乔白搂住他 你现在可是小妇婆 区区两栋房子还需要为难吗 拿张卡随便刷呀 暖暖转头调皮地说道 阿白 你被我包养了 乔白吻上他 被暖暖包养 我心甘情愿 哎呀 这一路都在撒狗粮啊 你们狗粮吃饱了吗 让老公给自己挑选内衣 试中什么样的体验 暖暖本打算给老公买衣服 不料乔白竟把他带来了那一点 看见各式各样的内衣 暖暖又惊又害羞 那个 阿白 我是要给你买新衣服的呀 你怎么带我来这种地方了 见暖暖准备离开 乔白赶忙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乖 先去给你买两套内衣 暖暖害羞几万 我有的呀 不需要再买了吧 而且这还是美龄的 要知道他们家一套 至少要一万多 就算要买也可以换一家 不料 乔白搂住小娇七宠溺的说道 暖暖 你值得拥有最好的 内衣的牌子 当然也要最好的 听到老公这么说 暖暖含泪打算也奢侈一把 阿白 你说的对 不就几万块吗 姐现在有的是钱 乔白开心的拍着手 没想到小娇七终于开窍了 暖暖和乔白大气的走进那一边 本以为大家会争着抢着给他介绍 然而是是是 大家居然都围着自己的老公问东问西 我去 明明买的人是我的 暖暖挑了一会儿 他有些为难的看着乔白 阿白 我都挑花眼了怎么办 不知道哪个好 乔白温柔的揉着他的小脑袋 你先去市医间门口等着 我去给你找 哎呀 这么体贴的老公去哪里找了 等等 暖暖突然拉着乔白的衣袖 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小声的说道 反是先不说 尺寸 你知道吗 谁知乔白这只大灰狼笑咪咪的说道 这么些个日日夜夜 该丈量的 天啊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暖暖赶忙堵住他的嘴 片刻后 乔白来到暖暖的身边 暖暖还打趣地问道 怎么 乔先生 这么快就好了呀 那是自然 为我的夫人办事 当然要最快最好最用心 这时 旁边的两人看着他们如此甜蜜 都不由地感叹 哎 又是别人的老公 更衣室门口 一个服务员正打算进去 乔白立马拦住他 你就不用进去吗 服务员还表示自己 可以给夫人一些更专业的建议 哪知乔白霸气地说道 我不喜欢我的夫人被别人看 就算是女人也不行 这是有多担心媳妇被人看了 没一会儿 暖暖就红着脸出来了 他没想到老公给自己选的尺寸 还真是合适的 暖暖刚走出来 就看见乔白在付款 他走近问道 阿白 都买了吗 乔白点点头 用你的前付的 小富婆 说着就拉着他离开 暖暖却有些纳闷 带老公买衣服 却被心机表无情地嘲笑 看他们如何霸气反击 暖暖带着老公来买衣服 看见橱窗中 模特身上的一件封衣很好看 就拉着乔白要进去看看 不料店员竟把他们带到了特价去 这让暖暖很不爽 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他转头看着乔白 阿白要是知道被人看低 那得有多伤心啊 摸着衣服的料子 这无论是从简台 面料和设计感 都明显比模特身上的那件封衣差远 暖暖转头告诉店员 麻烦你帮我把橱窗里的 那件蓝灰色封衣取回来 给我先生试穿一下吧 看着他们的穿着有些寒酸 店员心想 这女人和他先生一看 就是个穷光蛋 他们能消费得起这么贵的衣服吗 何况这还是店中最贵的衣服 我去 这不是狗眼看人低吗 虽然心里很不乐意 但还是勉强答应了他们 乔白穿着封衣刚走出来 暖暖就一脸花痴地看着老公 就连刚才看不起他们的店员 此刻也露出花痴般的表情 哎呀 先生穿这件衣服还真是挺合适呢 这时 暖暖转身对店员说道 这件衣服我要了 帮我包起来吧 店员一听有些惊讶 尴尬地表示 那个 小姐 这件衣服是我们高级会员定制的 不能卖的 刚才我以为你们只是小事穿 突然 后面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响起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 还真是什么衣服都敢试 也不好好地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暖暖回头一看 没想到这人说话那么难听 店员看见来人赶忙道歉 安小姐 衣服只是给这位先生试穿了一下 不料新机表无视他 走到暖暖的面前 收起伞 十分嚣张地说道 这衣服可是我花了大价钱 找名设计师量身设计 你买不起 暖暖发现来人竟是乔白老板的女 而且还总趁着工作的机会 经常骚扰阿白 这时 乔白脱下衣服 既然这件衣服是定制的 那我们还是不要夺人所爱的好 乔白拉着暖暖就打算离开 新机表看乔白看都不看太一眼 这让他莫名的火大 站住 这件衣服让你们穿的就算是旧的 你们就想这么离开 这未免也太轻松了吧 暖暖回头问道 安小姐 那你想怎么办 新机表双手抱胸 一副嚣张的模样 怎么办 我让你陪你陪得起 这时 乔白终于开口了 这件衣服我们会赔给你 转头就问店员 请问 这件衣服多少钱 店员吓得支支吾吾不支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 他们的经理赶过来 另一位店员还在跟经理讲述着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经理走到新机表身边恭敬地说道 安小姐 真是抱歉 你有任何的要求我们都会买回你 新机表生气地质问 你们明知道我今天会来拿这件衣服 你们还把它放在橱窗中什么意思 经理表示都是店员的事物 为了表示歉意 他们可以给这件衣服打五折 哪只新机表依旧不依不饶 五折 那我的衣服被他们穿了怎么办 乔白本不想搭理他 但又看他不依不饶让人很气 我们收过了这件衣服我们会买下来 安小姐 希望你不要再无理取闹 什么 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 新机表被气得不轻 那他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暖暖他们吗 嚣张的新机表本想让哥哥叫去女主 不料哥哥竟站在女主的这边 却把他气得半死 乔白只是试穿了一下橱窗里的风衣 就被新机表嘲笑他们买不起 乔白懒得跟他一般见识 拉着暖暖就打算离开 新机表一听就不乐意了 禁堵在门口不让他们走 经理也苟账人师地叫他们赶快道歉 心想买不起就算了 连句好话都不会说了吗 正在这时 韩逸走了过来 新机表看见立马变了一副嘴脸 甜甜地喊道 韩哥哥 然后还故意地跑到韩逸面前 装出一副很清理的样子 站在一旁的经理吓得冷汗之力 哎呀 总监您怎么过来了 这时 暖暖凑到乔白耳边小声地说道 看来今天这安大小姐是不肯大修了 乔白突然抱住他 叫他不要担心 不料暖暖却反过来安慰他 阿白你放心 我卡里还有钱 我就不信用钱砸不死这个刁蛮任性的大小姐 乔白文言宠意地摸着小娇妻的脑袋 暖暖 听见你这话 就像个土暴发户一样 忽然 新机表用手指着暖暖 是他 就是他 韩逸一脸懵圈地看着他 见韩逸朝他们走来了 暖暖提醒阿白注意 他过来了 乔白摸着暖暖的头温柔的安慰 别怕 韩总监看起来也是个民事里的人 原来韩逸只是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新机表见状惊讶地问 韩哥哥 你们认识吗 韩逸回头告诉他 苏大设计师是蓝天下一届男装的主设计师 新机表文言不高兴地嘟着 韩哥哥 你可是说了要给我做主意啊 韩逸转头问经理和店员 这次失误是谁造成的 负责任又是谁 两人被他强大的气场吓得瑟瑟大头 颤颤巍巍地解释 给安小姐的这件衣服打打捂着 让店员道 道歉 以此来 弥补对安小姐造成的伤害 哪料韩逸阴沉的问题 那苏小姐的损失和赔偿呢 啥 这个女的也跟韩总认识 那完了 这下要巴比Q了 果然 韩逸霸气地告诉他们 处理事情如此不同 你们俩都不用干 现在就立马给我走人 没想到经理竟当场吓晕了过去 可新机表却不干了 像个波幅师的吼道 不行 我不管 今天一定要让苏暖给我道歉 道歉 暖暖没想到这人这么难缠 也不想跟他废话 拉着乔白的手就要离开 新机表依旧不依不饶 你看 没有我的允许你 休想走出蓝天的这个门 暖暖冷笑一声 干 怎么 还想非法拘禁不成 这时韩逸开口了 苏小姐想走 随时都可以 蓝天还确实没有人敢来女的路 新机表不可置信地看着她的寒哥 韩逸回头看着乔白 韩某不会 也不敢 各位伙伴们猜猜 韩逸为什么不敢来暖暖 吃了雄心抱子胆的新机表 想伸手教训女主 看总裁老公如何霸道夫妻 新机表正拿暖暖他们没办法试 这时 韩逸走了过来 新机表以为他的寒哥哥会为他触动 谁知韩逸竟和他们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新机表气地全身发抖 扬起手就想教训暖暖 乔白一把抓住他的手 新机表大惊失色 你竟敢动手 随后握着自己发红的手 你这个家伙 手被你捏红了 竟然对你还真这么用尽 乔白霸气地说道 我从来不会对女人动手 但如果有人敢敢伤害暖暖 我绝不姑息 暖暖听到这话 感动得泪流满面 从小到大 除了妈妈和爷爷 家里的人都欺负自己 就连我爸爸都不帮我 没想到阿白竟对自己如此之好 晚上 洗完澡的暖暖正在沙发上看着杂志 不料翻到了蓝天设计总监韩音 传言他生性风流 也没个正经的女朋友 突然 暖暖想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设 等等 他该不会是吧 脑海里顿时脑补出两人暧昧的画面 想到这儿的暖暖吓得扔掉了书 可千万不要看上我的阿白呀 阿白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不对 还有件事怎么忘记了 暖暖光着脚跑到厨房 抓着乔白的手臂焦急地说道 我们今天得罪了安柔 你说他会不会回去跟他老爸告状啊 乔白叹了口气 你啊你 心疼地一把抱起他 都入秋了 怎么还光着脚在地板上跑 着凉的怎么办 暖暖害羞地搂着乔白的脖子 有些担心地问道 你不会真的被开除吧 乔白贴贴小娇气的脸蛋 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你们老板不是很溺爱安柔的吗 所以我担心 乔白抱着暖暖边向卧室走去 边安慰道 如果我真的被赶走 你不是应该感到高兴吗 这样我就可以摆脱那个讨厌的安柔了 可是 那么好的工作 怪可惜的 乔白轻轻地把暖暖放在床上 凑到他耳边暧昧地说道 暖暖 你今天晚上想的太多了 我有些不开心了 暖暖被他这低沉 不有磁性的声音撩得面红耳饰 暖还想说什么 结果就被乔白给托倒 暖暖 就连床前的兔子拖鞋也不自觉地害羞了才 老公被开除 小娇妻自责不辱 素不知老公的真实身份竟是世界首富 早上暖暖腰酸被痛地刚刚起床 乔白就在门口喊他吃早餐 暖暖看着他有些惊讶 阿白 我今天调休放假 你怎么还在家 都这个点了 怎么还不去上班 乔白有些尴尬地告诉他 暖暖 如你所想 我被开除了 什么 暖暖看着他一阵无语 随即躺着沙发上 泪眼婆娑地跟老公道着牵 阿白 对不起 都怪我 乔白边搓地边宠溺地说道 我家暖暖最近很乖啊 也没有犯错误啊 暖暖看他还有心思开玩笑 嘟着小嘴没好气地说道 工作都没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都怪我 乔白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头问自己的小娇妻 你就这么地不相信你老公吗 相信你什么 相信你老公我没那么容易被开除啊 最迟今天晚上 安氏公司就会要求我回去 暖暖一脸猛圈地看着他 什么意思啊 乔白摸着小娇妻粉嫩嫩的小脸 等一下你就知道 晚上十点多 乔白的手机突然响了 暖暖赶忙提醒他 而乔白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不用管 我们接着看电视吧 暖暖听话的点点头 可没够多久电话又响了 而且还一直响得不停 暖暖实在是坐不住 帮他拿起电话条坦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的 所以才不好意思接电话 结果一看 电话显示是一个叫东哥的人打 随即暖暖就知道是公司的人找他 还问乔白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这样不会气坏你们的老板吗 还没等他回答 暖暖一脸紧张地问 难道你是想让你们那个吝啬鬼老板 给你涨工资 乔白接过电话 欲言又止 叹了口气还是接通了电话 可还没说两句 就又被他挂断了哄谈密书出的电话 暖暖在一边焦急的不得了 乔白摸着他的小脑袋安慰道 没事的 相信我 这时 那个叫东哥的又打了过来 从他们通话中 暖暖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阿白是打算自己创业啊 怪不得不在乎事业呢 虽然知道自己的老板很有能力 但万一被他现在的老板恼羞成目 打击报复可怎么办 没事 阿白我会保护你的 接完电话的乔白 看着小娇七一副搞怪的文章 好奇地问道 暖暖 你怎么了 暖暖调皮地回答 阿白 我在想 你老板会怎么报复你 乔白一听有些无语 我的好老婆 你就不能盼着点你老公落点好吗 小娇七被心机表陷害 看夫妻狂魔的老公如何力挽狂澜 暖暖正在整理文件时 公司李姐突然大叫起来 苏暖 苏暖 不好了 快过来看 苏暖来到电脑旁顿时傻眼了 怎么会这样 原来是暖暖的设计搞不见了 李姐还问他 你每天回家的时候 有没有关电脑啊 暖暖十分坚定地表示自己一次也没有忘记 这让李姐就更奇怪了 苏暖 你再好好想想 你电脑有开机密码吗 此时暖暖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刚回到家 老公阿白就做好了饭菜 还说都是他喜欢吃的菜 打算好好地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老婆大人 暖暖只能假装强颜欢笑 饭桌上 暖暖使劲地给嘴里塞满饭菜 打算忘掉今天的不开心 可下秒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乔白健壮 感恩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是身体不舒服吗 暖暖紧紧地握紧拳头 阿白 我搞砸了 我的设计图被盗了 可剩下的时间根本不够再做一套设计 而且蓝天的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 乔白把暖暖搂入怀中 轻声地安慰他 暖暖 没关系的 只不过是一套设计 我们一起想办法 刚好我有个同学也是做服装设计 我问问他有没有现成的图纸 暖暖眨巴着卡兹兰大眼睛看着他 真的吗 这样岂不是就可以就场子了 回到卧室的乔白立马就打起了电话 马上筛选一份最好的男装设计 发到我的邮箱 很快 乔白拿着Apple 让暖暖看看这些能不能用 暖暖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老公解决了 阿白 你好厉害呀 这比我们之前的还要好 随即就扑在乔白的怀疑 谢谢你 你的朋友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暖暖还兴奋地问乔白 能不能把他约出来见你 这样的人才 要是能来我们部门就好了 乔白却告诉他 他人现在在国外 心想 你们微云可请不起他呀 晚上 乔白打着电话匀沉地说道 查查微云内部的情况 再把那些不三不四的详细资料给我 看来户七狂魔的老公 要为小娇妃讨个公道 微云公司 李姐惊讶地问暖暖 你这可不是一晚上就能做出来的 你是不是悄悄地藏了四伙 不舍得给我们看呢 暖暖表示自己只是稍微地调整一下 连设计不是自己做的 李姐凑近他 暖暖啊 你可要跟我说实话呀 没办法的 他只好实话实说 是自己的老公同学帮的忙 李姐一听也来了兴趣 要是能把这么好的人才 弄到我们部门就好了 暖暖也附和地连连点资 见两人有说有笑 而此时躲在角落里的心机表 却是一脸的疑惑 没了设计到 这些人怎么还有兴趣说笑 男人来看女孩设计的服装 结果却发现竟是自己的设计 这就尴尬了 明天就是发布会了 大家都在紧张的准备中 这时 蓝天的韩总监过来了 只见他把一头乌黑的绣发高高地搭起 露出光洁白折的脸庞 透着灵脚分明的冷峻 暖暖赶忙上前打招呼 韩总怎么来了 突然 韩一看到了暖暖设计的服装 他一阵无语 暖暖看他表情有些奇怪 于是就问道 韩总监 这有什么不妥吗 此时的韩一这才反应过来 我说呢 乔白怎么突然找我买设计口 原来竟是为了自己的小娇气啊 随即他就打着哈哈 赶忙说没问题 还夸他服装做得很好 暖暖没想到韩总会夸他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还向他保证 明天会场一定会顺利进行 韩一还笑着告诉他 在发布会结束后 我可以为您引荐知名设计师 暖暖十分惊讶 你说的是真的 他没想到自己终于可以见到偶像了 有时间吗 暖暖听到这话立马变得警觉起来 那个 我要回家问问我先生 看见他这样 韩一扑斥一声 哎呀 别那么紧张嘛 如果乔先生有空的话 明月的发布会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哟 苏小姐你难道不想 有人跟你一起分享这场成功的喜悦吗 听到他这么说 暖暖也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这样啊 没想到这韩总监还挺平易进人的 不行 我要快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阿白 乔白刚刚接通电话 暖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 自己刚刚被夸了 还告诉他 韩总监同时也邀请了他 不过 话说最近怎么感觉我们公司怪怪的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 好像如临大笛似的 乔白故作不知情地帮他分析起来 你们发布会之前被盗了设计 这肯定是要整改一下的吗 暖暖这个小憨憨依旧难闷 可是我没在公司里说过呀 乔白继续忽悠他 要是他得知这一切都是自己老公在背后帮的 不知道他会有多感动 暖暖刚回到家 乔白就让他赶忙把橙汁喝了 暖暖边喝橙汁边问老公 乔白给暖暖到底送的是什么 发布会现场 又出状况 女孩无奈贡献出老公就场 竟给自己招惹无数情敌 就在刚刚 小池急匆匆跑来告诉苏暖 走秀的衣服少了一套 而且还是最重要的主打款 好不容易找到后 却发现衣服已经被人用高华的面目全非 这么明显的蓄意破坏 小池当场就要报警 苏暖让他不要冲动 走秀马上就要开始 报警会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 还是应该通知韩总监让他出力 眼下必须要保住发布会正常进行 派小池去拿最接近成品的衣服后 苏暖暗自琢磨 搞破坏的人不知道是跟蓝天有仇 还是和威云有仇 还有可能是故意冲他来的 这时小池发来消息 衣服有几套快剁完了 但和他们模特的尺寸不一样 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苏暖让他先把衣服拿回来 自己联系合适的模特 但是这么紧急的时刻 去拿找身材合适的模特了 就在苏暖在后台急得直跳走的时候 正好赶上乔白来探干 苏暖双眼放光 模特这不就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吗 自己老公的身材就是最棒的 苏暖跟造型师对了个眼神 把满头问号的乔白按在眼上 随后对着新送来的衣服一共操作 一小时后 发布会顺利进行 韩总监看着T台满年血的不信任 虽然苏暖刚才拍着胸脯保证 绝对不会砸了蓝天的招牌 但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处理好这么严重的事 真不知道他要怎么做 苏暖也在祈祷希望乔白不要怯场 乔白洒脱的气质 每走一步都仿佛踏进在场女孩的心坛里 苏暖也没想到一场秀 会给自己引来这么多的情侣 当韩总监看到乔白 从幕布后面走出来的时候 直接懵懵 按道事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苏暖抱着后台的幕布饭请花吃 发布会结束后 一头扎进乔白的怀里 夸他实在是太帅了 乔白微微一笑 暖暖的脸面 老公我还是要给你挣回来的 韩总监不合时宜地 打断了二人的甜蜜时刻 苏暖紧张地问道 是不是查到可疑的人了 韩总监摆摆手 捣乱的事情 他已经封锁了消息 他过来时邀请苏暖和乔白 参加庆功宴 顺便帮苏暖引荐 几位大人物给他认识 韩总监习惯性地 想拍拍下手肩膀 突然感觉到背后有股杀气 连忙把手收回来 来到庆功宴上 苏暖乖巧地坐在一边 等待乔白的头翁 李姐凑过来和他说悄悄话 突然像是发现了新大路一样 拉着苏暖一铺猛毛 苏暖也是双眼放光 没想到乔白正在和自己的偶像大师 齐老有说有笑 心里不禁疑获起来 阿白都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 怎么会认识齐老呢 看到两人突然转向自己 齐老还笑眯眯地对着苏暖和空静静 苏暖紧张得不知所措 偶像就在面前 他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于是大大方方地上前问好 齐老夸赞这次发布会办得不错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大可以来问他 韩总监事实出现 对苏暖临危救场的行为 吹了一通惨婚屁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邀请齐老上台讲两句 还能帮发布会道事 齐老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邀请苏暖一起上台 然而记者们明显有备而来 质问苏暖到底是不是 林氏集团的私生女 女孩从出生就被打上私生女的标签 心机表姐姐更是抢了 她的男朋友高调大婚 而此时 在蓝天公司的庆功宴上 记者们没人关心发布会的问题 反而对苏暖的私生活非常好奇 林氏集团姐妹二女争议夫的话题 当年在燕京闹得沸沸扬扬 苏暖在婚礼上黯然退场 发誓再也不会回到这个伤心的地方 今天就是重提 记者们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质问她前段时间得到林氏的股份 是不是代表从此她就被踢出林家 眼看现场局面就要失控 韩总监让保安出场维持秩序 乔白冲到台上搂住苏暖 柔声说道 暖暖 没事的 有我在 一个公主抱把苏暖融化在怀里 大步朝门外走去 瞬间降了好几度 走出酒店大门 苏暖不想回家 拉着乔白想要出去走走 二人沉默着在林间小路漫漫 乔白突然把围巾缠在苏暖身上 苏暖看着衣服干脱的乔白 担心他要是着凉怎么办 乔白微微一笑 他还穿着刚才走缩的马甲 苏暖甘大的问起 韩总监要是知道了不会生气吧 乔白轻描淡写地说道他不敢 看着苏暖疑惑的大眼睛 立马发觉自己差点说漏洞 连忙找的一句他不会 人家是服装品牌的总监 有的是衣服 苏暖神情一案 要是他当年遇到的是乔白该有多好 乔白捂住他的嘴 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暖暖 我们遇见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神经大条的苏暖看到前面漂亮的小路 一下把刚才的阴霾忘了一干二净 情绪稳定了之后 苏暖决定告诉乔白自己从未提及的过去 他的妈妈当年有才又漂亮 身边不乏很多的追求者 直到遇到林家的少女 二人迅速坠入爱河 但是他外公外婆不同 觉得那个男人心术不正 但妈妈一意孤行偷了户口本和他领证 外公一家被外国邀请正在伴侣全家移民 妈妈却告诉他们 我怀孕了不走了 气得外公当场和妈妈断绝关系 妈妈在那个男人给他买的别墅中剩下了苏暖 本以为未来会有幸福的生活 但那个渣男却在苏暖两岁的时候 为了家族利益 只要和妈妈离婚令娶他人 从那以后 妈妈郁郁而终 到死都没见过渣男最后一年 苏暖也被领回林家大宅 渣男逼着苏暖讨好后妈 苏暖不从 被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 最后还是林爷爷出面教训不孝子 亲自抚养苏暖长大 而他的外公却从来没有露过面 苏暖叹了口气 阿白 我和林轩到底谁是私生女吗 乔白面如寒霜沉默地 听着苏暖讲完整个故事 拳头不自觉地握紧 这时苏暖画风一转 说了这么多都饿了 乔白也恢复笑容 决定带着他去夜市大吃特吃 苏暖笑着点头答应 偷偷在心里把伤口再次盖上 女孩的设计稿被人挑起 他带着证据去找老板品名 却意外得知公司被人收购 苏暖一大早来到公司 发现同事们今天都有点怪怪的 他偷偷问李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姐神秘兮兮地说 我们公司被收购了 苏暖吓了一跳 微云在夜内名号可是响当当的 可以收购微云的公司 那得是什么实力 李姐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被收购之后很可能会发生人事变化 不过因为蓝天发布会做得很成功 咱们组应该没有事 苏暖长舒一口气 理解话锋一转 问苏暖打算怎么处理阮雅道稿的事 现在张胖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以后可就没人能护着阮雅 得趁热打铁讨个说法 苏暖想了想 打算把事情理顺后再找高总会报 偏偏这个时候冤家录大 阮雅阴阳怪气地补助苏暖说起了风凉话 两人唇枪舌剑交手 谁也没讨到便宜 苏暖看到阮雅自信的样子 感觉有点疼难 突然发觉他好像刚刚从高总办公室出来 难道被他恶人先告状了吗 高总的秘书小精神秘兮兮地 跟苏暖聊起了八卦 一周之前阮雅和老高的关系 就变得不寻常了 他要是来找老高说阮雅的事 肯定要吃亏 苏暖惊觉大事不妙 这个时间不就是设计被偷的时候吗 看来阮雅早就找好了后路 不过苏暖这个憨憨不相信公司里 还没有往往 他执意要去找高总朋友 此时高总意犹未尽地穿好衣服 看到蓝天发布会的报告夸干苏暖干的过程 但一听苏暖提出想要调查泄露事件 心虚的立马被过身 信誓旦旦保证这件事他会好好解决 他警告苏暖不要再谈谎 苏暖知道他想糊弄自己 让高总一定要烦大家一个公道 言成泄密指 高总不耐烦地表示 要是有误会怎么办 我得先调查呀 听了高总的话苏暖表情严肃 这个问题不及时解决 道导人势必还会把威云和蓝天逼到敌对的位置 既然高总不管 那他就去找蓝天的设计品先处理 高总一听 蹭的一下站起来发飙 别忘了你也是威云的意义 苏暖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局 我在等高总做决定 高总沉默片刻后 还是打算回护阮雅 让苏暖不要继续纠缠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今年你们组员的年终奖金 美元多加5% 苏暖知道他这是要给风口费 可他还是不甘心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于是干脆提出辞职威胁 高总气地直接把苏暖免出办公室 阮雅似乎早就猜到结果 在门口得意地挑了苏暖一眼 然后当着他的面走进高总办公室 其实昨天乔白早就预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他还和苏暖打赌 如果他猜对了 暖暖就要答应他一件事 苏暖吃了个暗亏还输了赌局 立马转移目标 打电话给乔白发了一通脾气 暖暖不明白他是怎么猜到的 乔白得意地说 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不过他还真没想到 昨晚的赌局苏暖答应得这么弄 挂了电话后 苏暖总觉得有些不安 他再次拨通乔白的号码 却怎么也打不通 他忧心忡忡地抱着手机 心想该不会是出事了吧 那么乔白有没有出事呢 我们期待下季更新吧 豪门千金去高级餐厅示范 却被前台鄙视穿了一身地摊火 连座位都不想给他们安排 就在刚刚 苏暖给乔白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没人接 顿时觉得有些心神不明 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 不料这都是乔白故意想给他一个惊喜 看到乔白来接他下班 苏暖蹦蹦跳跳地扑进乔白怀里 听说爱灵溪餐厅的情侣套餐特别好吃 他想和乔白一起去试试 高档餐厅需要预约 看着苏暖期待的目光 乔白拨通电话后有些遗憾地告诉他 今天没有位子了 苏暖第一次请乔白去高档餐厅吃饭 不想留下遗憾 于是打算去餐厅等位 乔白捏着苏暖的小胖脸欣然同意 苏暖看到餐厅里还有几个空位 于是兴致勃勃地找到前台 可惜所有空出来的位置都有人预定 这时餐厅闯进来一个爆发户 前台立马献媚地迎上去给爆发户安排度 苏暖找前台评论 前台却告诉他 王少的包间一直都有预论 他说要做大厅 我们肯定得给安排 苏暖兴奋地表示 那我们要订那个包间 前台看着他俩一身地摊货不屑地说 给王少的包间每月费用是十万 还不包括包间的消费 你们这么穷还是算了吧 苏暖被气得说不出话 乔白上前冷声说道 我要见你们经理 如果爱玲餐厅是这样的服务态度 那也没必要再存在下去 前台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嘲讽乔白真是大言不惭 苏暖也憋了一肚子气 正琢磨要不要和米勒商量把餐厅买下来 这时经理一溜小跑来到二人面前 把前台臭骂一顿后 哆哆嗦嗦向他们道歉 苏暖一头雾水 这人也太奇怪了 我们又没干嘛他怎么吓成这样 乔白冷哼一声 你作为经理姗姗来迟 从高层到下面的能力都不合格 这样的餐厅没有经营下去的必要了 经理吓得魂都要丢了 眼看二人要走 连忙让前台道歉想留住他们 苏暖的疑惑更大 经理怎么好像认识他们一样 这时二楼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这不是暖暖和乔先生吗 苏暖回头一看竟然是陆海生 经理看着双方这么熟 心里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刚才陆海生就告诉过他 谁能想到这两个穿了一身地摊货的憨憨 竟然有随手就能买下餐厅的实力 陆海生笑眯眯的来到二人面前 这次他来云城主要是见朋友 还邀请二人一起认识一下 憨憨夫妻此时各怀鬼胎 苏暖早就决定远离林家 不想再涉足上流社会的圈子 乔白想的却是陆海生的朋友没什么好东西 还是不认识的好 于是他直接拒绝 拉着苏暖就要回家 陆海生沉着脸让他们稍等一下 不如起来的压迫感把苏暖吓了一条 随后陆海生转头看向经理 这件事我希望你交出一个满意的打法来 经理拍着胸脯保证要把狗眼看人低的前台开除 随后献上高级VIP的卡片 求苏暖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乔白不等苏暖拒绝收下卡片 警告经理以后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接着向陆海生道谢 你上面还有朋友 我们就不打扰了 陆海生笑容逐渐僵硬 连忙叫住他们 非要跟他们一起走 这个电灯炮他今天当定了 新婚小夫妻本想过二人世界 不料在餐厅偶遇超级电灯炮 陆海生一点眼力见没有 死皮赖脸非要跟他们共进偶摊 乔白的小眼神差点要把他生死活活了 苏暖想起之前在爷爷的寿宴上陆海生帮过自己 向乔白撒娇 这次大不了就带他赢 乔白宠密地答应下来 别的不说 反正狗粮管保 陆海生心有余悉地看着两人的背影 刚才被乔白瞪得心里发慌 还被迫成为二人的监制司机 乔白把车钥匙丢给陆海生 路线不给指 地图还要自己研究 更气人的是 这小两口根本没把他这个电灯泡放在里面 苏暖看着手里的VAP卡 气呼呼地问乔白为什么要收起来 那种地方他再也不想去 乔白想的是不要白不要 以后苏暖还可以和公司同事去薅羊毛 苏暖听他提到公司 又变得委屈巴巴 老高明显在偏向蓝牙 想把剽窃创意的事故弄过去 如果明天老高不给他一个公平答复 他想辞职离开威云 乔白连忙安慰 听说他们公司要被收购 或许会有人试变动 要不再等等吧 苏暖疑惑地问乔白从哪听来的消息 连他们公司内部都不确定这件事 乔白后悔自己的嘴太快了差点报了 连忙找借口说 都是寒意告诉他 苏暖知道既然是韩总监说的 那收购的事应该八九不离十 他追问乔白知不知道收购的人是谁 乔白不敢露出马甲 表示自己就是听到是苏暖的公司 才留心作通了两句 但具体的情况他就不知道 苏暖感动够呛 扑进乔白怀里撒娇 这一把狗粮塞的陆海生晚饭都不想吃 他提醒两人注意 苏暖赶紧推开乔白 脸红得无地自容 乔白充满杀气地瞪了陆海生 正好这个时候到达目的地 老板娘看到两个帅哥双眼放光 刻意把他们安排在大厅 陆海生也没有大少爷提起 当即表示做哪吃都是一样 苏暖一听在大厅吃可以省钱 推着他赶紧落脱 陆海生感受到背后来自乔白的杀气 吓得举起双手已是清白 席间更是直接跟苏暖套近 一口一个嫂子 叫得苏暖小脸通红 心想这叫得也太轻了 陆公子还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乔白出面解闻 李勒本来就是苏暖的好微妙 从他那边论起来 陆海生叫嫂子也没毛病 不过此时 陆海生正跟餐具叫劲 看着桌上的盆不知所措 心想该不会是要用铜吃饭吧 苏暖见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突然想到陆海生平时出入的都是高档餐厅 说不定是觉得小餐馆卫生不过关 于是他马上叫陆海生不用担心 这家店所有的食材都是新鲜的 自己从来都没吃坏过度 不一会饭菜上桌 乔白帮苏暖调好鱼刺 一口一口喂给他吃 陆海生只能自力更生 没想到一家小店做出来的菜居然这么好吃 苏暖献保一样告诉他 乔白做得更好吃 陆海生没想到乔白居然会做饭 蹭一顿不够还想蹭第二顿 立马表示自己可以做司机做到 等会送他们回家 乔白早就看穿他这点小心思 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 我是不会让他进屋子 我的菜只做给暖暖室 昨天任劳任怨的司机 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苏暖刚到公司就得知公司已经被人收购 新董事长马上就来视察验收 李姐凑上来找苏暖聊八卦 听说新董事长脾气特别不好 被上班摸鱼的从来不惯着 这回软雅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尖叫声把他们吓一跳 新董事长的颜值超高 让全公司的女人都兴奋起来 苏暖挤到前面 看到新董事长的脸当长了 陆海生原本还在骚包地向大家打招 突然发现了人群中的苏暖 下巴都合不上 乖巧地叫了一声扫 公司其他同事全都换上一副震惊了 陆海生凑上去和苏暖靠近 早知道他在微云上班 昨晚吃饭的时候就问了他公司的状况 苏暖脑子没转过来弯 此时还是一头雾水 问他来干什么 陆海生解释道 米勒不是很喜欢服装设计的 所以我就把微云盘下来 做大了之后给他的惊喜 高总看着苏暖和陆海生相谈甚欢 心里慌得一踢 没想到苏暖跟新老板这么熟 难道他真的是传说中的大小姐 陆海生突然咳嗽两声 求苏暖帮自己保密 他现在还不想告诉你们 苏暖没想到陆海生不光没嫁的 还有点可爱 当即表示绝对会守口无品 不过总瞒这也不是个事 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们 正好可以当成生日礼物送给米勒 苏暖自己脑补了一出年度大戏 看来他马上就要成为 给米勒打工的劳动人民 陆海生整个人都僵硬了起来 他还不知道米勒的生日是哪天呢 苏暖当场就急了 你居然还不知道米勒的生日 陆海生被苏暖突如其来的气势吓了一条 心虚地说到之前一直都没问 苏暖在心里把警戒等级提升到最大 早就听说陆家少爷风流 红颜知己一大堆 不会根本就没在乎过米勒吧 于是他怒气冲冲地指着陆海生 警告他如果只是玩玩就离米勒远 陆海生刚要回答 就被苏暖一串连猪炮队的体育弯夫 多亏秘书上前解围让他先去开会 陆海生如是重处撒腿就跑 表示晚上他请客吃饭再好好解释 苏暖也放下架子让他先去忙 一会跟乔白说一声 同事们此时全都目瞪狗呆 没想到新董事长被苏暖臭骂一通 还得停掉了 理解双眼放光 凑上去打听情况 苏暖无奈地解释 只是因为我们两家祖辈的关系很好 随后跑到角落 把这个今天秘密告诉乔白 又说起陆海生晚上想请他们吃饭 乔白早就安排好今晚吃涮羊肉 暖不在乎地让苏暖把陆海生带回家 反正上次他就想到家里来 苏暖还有些担心人家不喜欢吃 这时乔白为补仙之一样发来第二条消息 不用问他愿不愿意 为了米论 陆海生一定会讨好你 苏暖想着确实是这么回事 也就不再过问 这时他突然看到阮雅在一旁精心打扮 苏暖不由得有些疑惑 这个女人又想找什么妖怪 闺蜜的男朋友突然变成了自己的老板 女孩为了闺蜜的心 竟主动出面首次绿茶谱 就在刚刚 苏暖发现阮雅行为怪异 忍不住偷偷跟踪他来到电梯口 还以为他是在等老高下班 没想到走出电梯的居然是陆海生 阮雅主动贴上去 他早就跟老高商量好 由他负责接待新董事长 提前安排好宴会地 就等着晚上灌追陆海生把他拿下 以后在公司里就能横着走了 尤其是看到陆海生的颜值还这么腻腻 阮雅直呼转道 苏暖一看到阮雅的表情 就知道他肯定动了外星子 为了米勒绝对不能让他跌肩 于是他急匆匆地跑到陆海生面前 问他开完会了吗 乔白已经在家里准备好晚餐了 正好下班可以一起走 陆海生欣然答应 让其他人更忙个的 阮雅没想到自己的计划听一误 却被苏暖横插一脚 当场就急了 要和苏暖礼问 陆海生的秘书拦住阮雅 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我们总裁今晚要会亲戚朋友 没时间参加宴会 老高见阮雅撒坡也发火 让他适可而止赶紧滚 苏暖看着阮雅气冲冲地离开长叔一口气 好在是拦住了 晚上回到家 陆海生看到穿了一身碎花围裙的乔白 顿时感觉怀疑人生 他强忍笑意跑去牺牲 随后打量起他们的小家 他心想 这客厅还不如他家以前的厕所 堂堂世界首富 真是为了老婆什么都能忍 苏暖见陆海生左顾右看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们家太小了照顾不周 陆海生连忙摆手 憋着笑调砍起乔白的碎花围裙 苏暖生怕陆海生笑话乔白 连忙解释围裙是自己 只不过因为乔白经常做饭 就让他拿去用 陆海生坐在桌前感叹自己还真是有口 他最喜欢吃涮羊肉 以前在国外馋了的时候 还特意飞回国吃一顿再飞回去 苏暖美滋滋地说道 那你可要谢谢阿白 是他说今晚要吃涮羊肉 才把你交回来一起 陆海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乔白顺势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不用感动 本来就准备今晚给暖暖做涮羊肉吃的 顺道请你吃饭 还省得又要去外面花钱 毕竟我和暖暖很穷的 陆海生被乔白的化为的外交里面 忍不住吐槽 才一年你就真的变成家庭主顾了 乔白面色不善地提醒他 是啊陆先生 我才结婚一年 今天你第一次来寒舍 我给你敬酒了 陆海生感受到乔白的杀气一阵后爬 多亏刚才没说漏斗 乔白让他在公司里多照顾苏暖 只要不让他受欺负就行 陆海生听出他话里有罢 让苏暖把在公司里受的气告诉自己 苏暖叹了口气 说出自己的设计被阮雅盗用 但阮雅和高经理有互正当关系 想要大事化想 陆海生当场就怒了 今天他还决定让高经理继续认职 没想到背后还发生过这种事 乔白冷漠地提醒他动作小点 要是把汤拍撒了 明天我还得拖地 陆海生老老实实乖巧做好 然后拍着胸壶向苏暖保证 公司内部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好 一小时后 乔白送陆海生下门 回到家里 看到刚才和陆海生抢肉吃累的够呛的苏暖 已经躺在沙发上半弄半醒 说什么都不肯去洗澡 乔白把苏暖抱在怀里 贴着他耳边柔声说道 宝贝儿 我带你去洗 我给你洗好吗